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计算机概论 各位同学大家好 计算机概论这个讲测 为同学介绍第17章列印处理 很高兴我们这次还是请到 许哲伟同学来为各位做一个示范 请哲伟跟同学讲几句话 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在空中与同学见面 必为同学们操作示范 好我们谢谢哲伟同学 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今天课程的内容 今天课程内容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版面设定 第二个部分合并列印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如何来设定列印的格式 基本上来讲 在索引版面配置的里面 我们有一个边界 我们点选它之后 可以呈现一个边界的一个对话框 一个项目 这里面它有预设的一些选项 可以给我们选 如果我们觉得不满意的话 下面有一个自定边界 我们在自定边界的话可以选版面的设定 那设定的话你边界上边界下边界 左边界右边界甚至于装定线等等 还有就是方向直式横式 我们在这边都可以做一选择 选择之后我们就可以按确定 好 那这是我们在标签边界的部分 另外在纸张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选像A式的纸 或者其他格式的纸 那在标签方面 版面的配置 版面配置在这边 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一个 页首跟页尾 机偶不同 还有低页是不是不同 这部分我们可以在这个选择 另外就是标签文件格式 我们在这里面 也可以点选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文件格式 当然在一份资料里面 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加上一个页码 然后页首页尾 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些章节 标题 文件标签日期等等 所以除了文字之外 当然还可以插入一些图形 像插入美工图片 插入图片 或者其他的一些物件 也可以插入到我们的页首页尾 好 我们看一下 如何快速的插入页码 在Word的2010 它提供了一个内建的一个 各式页码的一个类型资料库 我们只要很快的 快速的在文件中 就可以产生美观的一个页码 不需要我们自己再废视的去填写页码 好 那我们看处理的方式 页码设定 插入标签里面 页首页尾 然后页码 那页码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 在页码的下面分很多项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项 我们可以再给它展开 好 那在这边 我们选的是页码底端 当它展开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它把它呈现出来 各种不同的 如果我们选择卷轴的 它很快的 就在页首页尾的地方 就有卷轴呈现 好 编辑 页首页尾 我们在编辑的部分 插入页首页尾 页首页尾的部分 我们可以编辑页首页尾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 页首页尾可以做编辑的工作 这时候出现 页首页尾的一个四川工具列 那在四川工具列里面 我这是很快的 我们可以把它输入一些资料 插入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我们插入一个图片 输入资料 加上页码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 做让这整个页首 能够更美观一点 好 接下来 页码格式的设定 页码格式的设定 也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可以按页码格式键 这时候出现 页码格式的一个对话框 那在这对话框里面 我们就可以根据 我们所想要的一个格式 来设定它 然后设定完以后 按确定 我们就可以制定 一个页码的一个格式 好 我们介绍到这一部分 我们还是请哲伟同学 来给各位做一个实际上的示范 好 那我现在来跟各位介绍 如何使用页首及页尾的一个功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可以在 手影插入 找到一个叫做页首及页尾的一个工具列 那我现在如果我们要在这一篇文章上面 如果要插入页码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页码 然后呢 我们看使用者是要插在顶端 还是要插在底端 那我现在是设定为 我们要把页码插在那个文件的底端 那它可以选择左边中间或是右边 那我就选择靠右的一个页码 然后这时候选择之后 我们就会在页尾身边看到一个数字 然后呢 我们可以往下拉 然后可以看到它 已经自动帮您将页尾的那个页码给编好了 那如果我们要编辑页首要如何编辑呢 我们可以先关闭页首及页尾 那我们可以在一样再插入 然后呢 我们可以找到页首 然后呢 我们可以像是 我们想要是键入文件标题好了 那我们在页首写的键入文上标题 然后我们标题是可以打上 例如计算机概论 好 当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关闭页首及页尾 那我们可以在每一页的页首 都可以看到计算机概论的字样 以及我们的页码的一个字样 好 我们谢谢哲伟为同学做的示范 当然我们在一本书上来讲 可能基数页跟偶数页的页首页尾 是不一样的 这又如何做呢 我们现在就跟各位做一个介绍 基偶页配置的版面 我们在版面设定的对话框里面 选择版面配置的标签 然后页首页尾栏里面选择机偶不同 各位可以看到机偶不同 好 我们选择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机偶不同来处理 另外呢 第二种方法是页首页尾工具列 设计点选机偶页不同 我们也可以很快地做一个不同的页首的区别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基数页 这是偶数页产生的一个结果 所以是基偶数页不同 好 如何在页码里面呢 我们不希望再有页码的出现 这时候我们可以删除页码 我们这时候只要插入页码 页首页尾的工具列里面 页首页尾移除 就可以直接移除了 好 另外呢 在分页跟分行方面呢 强迫分页 也就将指标移到分页的位置 然后利用功能表里面的插入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呢 有页面 页面里面点选分页符号 这时候就可以把它分到第二页 就不需要像我们过去一样的 一直按EnterEnter 按到第二页 然后在上面再输入 我们直接第二页我们点选插入就可以 好 这部分呢 也请哲伟为同学做一个示范 好 那如果我们要在页首及页尾 分极有页不同 那我们可以先 我们可以在这页首我们可以点两下 那我们点两下之后就进入页首及页尾的编辑 那我们可以在选页尾的编辑 那我们可以在选项这边点击 那我们可以在选页尾的编辑 然后勾选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关闭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第一页有计算机概论 然后第二页的页首就没有计算机概论 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或者是我们要移除页尾的页尾 我们再为同学介绍 好 接下来我们为同学介绍合并列印 好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合并列印 它要利用档案合并的功能 把资料库的每一笔资料填入 预先制好的一个文件之中 以便把同一份的文件 分送给不同的一个对象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简单的实例 就是学校发一份通知 分给每一位同学 那我们希望在每一份通知的上面 都有同学的名字 像我们现在收到很多的一些单据 上面都写上你的名字 甚至于你的收费单的话 你的价格 那这就是用合并列印 来完成我们这份表格的 好 当然在这个表格里面 有一个组文件 各位可以看到在画面上 这是组文件 亲爱的同学 那这边它没有姓名的 那这个姓名呢 我们可以透过 我们的一个资料档案 利用表格来建立的一个资料档案 它里面的内容有姓名 姓笔 服务单位 还有电话 地址等等 那如何我们把它并到这个文件里面呢 首先在组文件 我们开启邮件里面启动合并列印 各位可以看到启动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之后呢 我们下面有一个逐步合并列印的一个精灵 我们点选之后呢 就进入合并列印的一个工作室窗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是六支一的 六支一的室窗 那我们点选信件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点选下一步 这时候呢 就进入六支二 六支二 好 我们选择 这个收件人 我们使用目前的一个档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步骤三 我们利用写信 我们利用现有的清单 然后接下来用浏览器 浏览就是我们要抓我们的资料库 我们要抓我们资料库 所以这时候出现选取资料的来源 那我们点选资料库 点选之后我们开启 开启的时候 它会把资料库里面 所有的项目把它呈现出来 当然它目前呈现都是打勾的 代表都要传送给他们 那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呢 你只要再点选 把这个勾去掉 打勾的勾去掉之后呢 就可以 然后按下一步 接下来点选其他的项目 其他项目 这时候会出现一个 插入合并的栏位 我们插入姓名 最简单 姓名 然后我们点选插入 这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亲爱的同学中间 这边就有一个姓名 然后他前后有一个小鱼 大鱼 两个小鱼 这个符号 是这个代表合并列印的栏位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预览姓件 可以预览姓件 当然这个栏位呢 我们可以 再做一个修正 所谓的修正就是 我们觉得这个字体呢 可以让它稍微大一点 甚至于改变它的字体 那我们在这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把它的字体呢 改大了 改大了 让它能够更清楚一点 然后我们预览 我们就可以看到 第一位同学 亲爱的张忠孝同学 已经合并列印了 好 接下来第五步呢 就完成 按下一步就完成合并列印 完成合并列印 完成合并列印呢 我们还可以再编辑 已经完成了合并列印了 我们再予以做一个 编辑的工作 所以对个别的资料呢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编辑 如果你觉得哪一个地方 并不适合 你可以把它再做一个修改 好 我们介绍到这里呢 我们还是请哲伟同学 来给各位做一个示范 好 那我现在来跟各位介绍 如何使用合并列印 好 那我们可以在 我们可以在邮件 我们可以在那个邮件 索引这边 我们可以找到邮件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启动 合并列印的 这个工具列中 我们可以选择 启动合并列印 然后这时候我们有很多 有大概有五种的选项 可以选 然后这时候 我们要选择信件 的一个 我们使用逐步 合并列印 精灵这个 然后像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一个已经打好的 一个一封信 但是呢 我们就是还没有 将同学的名字放进去 那我们就是要利用 合并列印的 的功能来将同学 各个同学的名字都放入 那个信件中 所以这时候我们当然 我们就是选择 逐步合并列印精灵 然后点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 这一边可以出现一个 合并列印的 合并列印的那个 视窗 那我们可以选择 信件的类型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选择下面 这边有一个下一步 然后我们选择开始 好 然后呢 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 这边它选取开始文件 要用什么设定 那我们可以选择 使用目前的文件 好 然后呢 点选之后 我们一样 选择下一步 这边 选择 收件者 好 然后再来 我们要 那个 要 签入它的那个档案 那我们一样 选取收件者这边 我们一样是使用 现有清单 然后呢 那清单的部分 我们可以在这边 使用档案或资料库 那我们就是选择浏览 然后我们可以将 我们所 自己先建好的 那个资料表的档案 给汇入进来 好 然后这时候 汇入完之后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 合并列印收件者的 一个对话视窗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 如果勾选就代表说 是要选择的那个资料 如果取消勾选的话 就是代表说 我们不使用 不使用这几笔的 那个资料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 我们当然预设 就是全部都勾选 然后选择确定 好 选择确定之后 我们就是下一步 我们就是在步骤这边 我们可以下一步 好 下一步之后呢 我们这边就会 到第四步了嘛 那我们这边就会 有一些选项可以选 然后我们要在插入点这边 例如我们左边这个信件中 插入点就是亲爱的某某某同学嘛 那么 我们的后面 那个将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在右边这个写信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选择其他项目 然后其他项目之后 选择后会出现一个插入合并栏位的一个视窗 然后因为我们要插入姓名 它这边栏位有姓名性别服务单位嘛 那我们就是选择姓名 好 选择姓名之后 然后按插入 好 然后关闭 好 这时候我们在信件的这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合并列印的一个 那个意思 然后呢 这边就姓名的意思嘛 就是它这边插入栏位的 姓名的栏位的 然后我们可以在那边改变一些那个文字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可以在常用这边 好 我们选择常用 例如我们要变更文字的大小 然后让它稍微大一点 然后再变更它的一个字体 然后选择标凯好了 然后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在下一步 这开始就点击下一步 然后预览信件这边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那个姓里面就会迁入的那个同学的名字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合并列印的右边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在收件者这边 可以预览信件 那我们要怎么预览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双箭头 我们可以例如可以点双箭头 然后我们例如说我们点了下去 然后我们可以在信件左边这边看到 刚刚那个那个同学姓名就跟着改变这样子 好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是要按下一步完成合并 好 然后完成合并之后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编辑个别的信件 然后点击之后 有说我们要 他说要刚看合并的记录要看从哪里到哪里 但是呢 我们假如我们就选全部好了 那全部之后他这边就会列出 列出同学的 就是不同的那个 列出同学不同的信封 然后里面都有他的名字这样 好 我们谢谢哲伟为大家做的示范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继续跟同学介绍 好 我们前面介绍合并列印 是把文件中呢 插入了学生的姓名 当然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印标签 怎么样去印个标签 然后我们利用标签直接撕下来贴在这个信封上 就不要另外再写标签了 那这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套印标签 我们利用套印标签将资料档案里面的栏位资料呢 列印在标签纸上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们只要把标签撕下来贴在信封上就可以了 好 如何套印标签 它的处理步骤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开启新的档案 然后我们接下来邮件启动合并列印 好 那开启新档案启动合并列印之后呢 我们点选标签 点选标签 标签点选之后呢 它在这里面有标签的一个格式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标签的一个编号 那我们点选A4直4的选好之后我们按确定 好 接下来呢我们详细的资料 点选详细的资料 它会呈现这个详细的资料 它的水平贴线横的数目有多少 假设说我们都已经选定好了 我们就按确定 这里面有标签的高度 标签的宽度 还有数量等等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要选取收件人的资料 点选收件人 那我们点选的时候呢 它呈现一个三个选项 我们点选使用现有的清单 点选完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选取资料来源的一个对话框 我们就在里面选取我们要的资料栏位 然后我们点选开启 各位可以看到 在标签上呢 就已经有每一列呢 有三个栏位 三个栏位 然后我们这里面呢 它是Next Record 下一笔资料 好 接下来当然我们必须要把这笔资料 插入合并栏位 把它插入进去 我们插入姓名 然后地址 这两个资料插进去 各位可以看到 在第一个 它这边已经呈现姓名跟地址 接下来我希望有规则 为什么要有规则呢 我当然男性的话呢 我希望是先生 女性的话呢 后面出现小姐 所以我必须要点选 在这边呢 点选规则 规则 规则点选我们刚刚讲了 男的是希望先生 女的是希望小姐 所以我们用if then ers的方式 点选这个公式 好 这个公式呢 我们比较什么 比较功能变数 我们点选性别 然后等于的话呢 男的话呢 我们插入先生 否则的话 插入女士 我们点选它 然后按确定 好 在这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面讲 是不是合并列印到新的文件 是全部或者是部分 我们在这边 如果假设是全部 我们点选全部 然后按确定 好 这时候呢 就合并列印就完成 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标签上面呢 就有张忠孝先生 先生 小姐的话呢 后面有小姐会呈现出来 所以不需要我们自己呢 另外再去判断 直接可以透过规则 来判断先生小姐 所以在处理上来讲呢 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 好 我们介绍到这里呢 我们还是请哲伟同学呢 来给各位做一个示范 好 那我现在来跟各位介绍 如何插入标签 那么我们可以一样就是 从邮件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一样就是 找到启动合并列印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直接 在这边插入标签 或者是我们可以再继续选择 逐步合并列印精灵 因为这个精灵它可以处理 上述的所有的一个类型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 标签 好 然后进行下一步 OK 好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 可以看到变更文件 版面配置这边 我们选择标签选项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标签样式这边 我们可以选择其他自定 然后呢 我们选择A4指向的一个设定 然后选确定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个配置出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每一个配置 然后我们可以在每一个配置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下一步 选择在右下角这边 我们可以选择搜件者 然后呢 下一步 好 然后呢 再一样 我们就插入我们的 在使用线有清单这边 插入我们的那个资料表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 选择我们要插入的一个资料表 好 然后开启 然后一样我们就是全选嘛 然后按确定 好 这时候选完之后 我们一样继续下一步 我们下一步是什么 安排标签 好 那我们可以在安排标签这部分 我们可以一样选择其他项目 好 然后我们在 然后选择之后会出现插入合并栏位的一个视窗 然后选择姓名 然后按插入 然后 然后关闭 然后呢 然后我们在姓名的就是左边文件这边姓名的下面 我们可以点一下 然后呢 我们一样在安排标签右边安排标签这边 我们可以选择其他项目 好 然后呢 我们输入地址 然后去拿插入 然后关闭 好 然后我们可以再 然后再 我们可以在姓名就是在文件的这边姓名后方 我们可以加上 姓名后方这边我们可以点一下 然后呢 我们选择 邮件 然后 规则这边 然后我们选择 if land else这边 然后会出现一个插入握的功能变数视窗 然后我们功能变数名称这边选择 因为我们要判别姓 那个男生 那个先生或是女士嘛 所以我们要依性别来判别 然后比较就是等于 然后比对值就是 比对值就是 比对值就是 我们以先 以那个男 就是性别引男性 为一个基准 那我们就插入先生 否则就是女士 然后确定 好 那 就在就是我们可以看 在左 文件的左上面看到说 我们已经插入 在姓名这边已经插入先生了 但是呢我们在后面的资料 我们都还没有插入嘛 那我们可以在 合并列印这边 安排标签的下面 这边有一个叫做 复制标签 那我们要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更新所有标签的按钮 然后点击后 我们可以在文件的这边 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选项 都已经插入进去了 好 那这时呢 我们再来就是下一步 预览标签 好 然后呢预览标签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 这边 我们开在文件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因为我们已经将所有的 表格的那个 表格内容都已经 插入到那文件上面了 然后就是不同的那个 资料的那个一个标签 然后最后就是完成合并 这是最后一个步骤 完成合并 然后就完成 好 我们谢谢哲伟 为我们做的示范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当然除了我们刚刚 列印标签之外呢 有时候我们可能 直接希望由信封呢 直接把地址姓名列印上去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列印邮件的 邮件的信封 我们直接印在信封上 我们可以利用 档案合并的功能呢 制作套印在信封上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当然没办法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只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结果 那在书上呢 有很清楚的 跟各位做一个叙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最后呢 我们是在这张里面 我们有一个应用实例 就怎么样做一个DM 促销广告 这个广告 我们可以利用 大量的资料库 利用合并列印呢 快速完成这份资料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份资料里面呢 我们可以有一些 美工图案 在档案里面呢 有资料的项目 里面有这个资料名称 甚至于图形 原价跟促销价钱 优惠的价格 当我们建立了资料库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 合并列印的方式 把它美化 把它自行呢 做一些改变 各位可以看到 在图片上面呢 荧幕上面 你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的一个 促销的DM 所以我们今天学到这边呢 跟各位同学介绍 合并列印呢 希望大家好好的 把这个实际上的 一些能够应用在生活上 是最重要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请同学还是自己 多加练习 那谢谢哲伟同学 给大家做的一个示范 也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谢谢